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继我们第一季的诗词大世界播出之后 我们收到了来自小朋友 以及小朋友的家长 就是我们的大朋友的热情反馈 而且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看过我们第一季节目 以及在我们的微信上面 和我们有过互动的朋友应该了解到 其实我们的节目还是真的是挺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继续制作了第二季的诗词大世界的节目 那么在我们第二季的节目中 除了保留原有的我们一天一首诗 汉字小课堂和人人来背诗 这三个环节之外 我们还新增加了一个环节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中华小故事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这一个环节呢 其实在这一个环节中 我们会跟您分享 中华五千年里的经典的典故 比如说一民精人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龙飞凤舞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些成语和经典典故背后的故事 都有那些精彩的内容 让小朋友可以一边听故事 一边长知识 这样的好事去哪找呢 就是中华电视网的诗词大世界 那么希望呢 也会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在汉字小课堂的环节呢 你们呢会认识一位新的朋友 那就是我们的小陆老师 那么熟悉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呢 可能也会了解到小陆呢 在电台节目中呢 也主持了 比如像串烧咖啡屋啊 同时呢 平时的新闻中呢 你们也会听到他的声音 非常非常亲切 非常可爱的一位老师 那么等一下呢 你们就会见到他 他会耐心地教你们呢 认识中文的汉字 那么希望大家要努力地学习 尽快地赶上小陆老师 那么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一天一首诗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 就是《梁州词》 这首诗呢 是由唐朝的诗人王翰写的 我只要一读出来 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饮琵琶 马上催 罪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这首诗呢 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 描写的呢 其实是在古代战场上的一些个 发生的一些个情形 那么这首诗里面有一些字呢 我们来先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说这个梁州词 梁州词呢 它是唐朝乐府的名字 是我们看到的这首诗的文字呢 其实就是梁州曲的唱词 其实古代的诗歌呢 大多数都是可以配着音乐呢 一起唱出来的 就是古时候啊 流行歌曲或者是呢 这个经典歌曲的歌词流传下来 然后呢 一代一代的成为了我们的 这个中文的经典 那么在圣唐的时候呢 流传的一种非常盛行的 曲调名就是梁州词 那王翰写这首梁州词呢 是非常的慷慨悲凉的 我们刚才通过诗年 体会到了啊 罪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那么这首梁州词呢 是唐代七绝的鸭卷之作 我们看这个第一句 葡萄梅酒 夜光杯 什么叫夜光杯呢 其实就是用白玉制成的酒杯 它这个它会发出一种 很很这个淡淡的 这样的一种光芒 可以照明啊 我们听说比如说有夜明珠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夜光杯呢 就是指非常华贵 而且精美的酒杯 那么是在古时候呢 从西域 胡人所进贡的 一种宝物 为什么古人喝葡萄酒 要用白玉制成的夜光杯呢 为什么不用一个慈悲 很普通的 经济实惠 是不是呢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 因为葡萄酒 大家都喝过或者是见过啊 本身因为它色泽的关系 如果说放在一个比较普通的酒杯里 颜色呢会比较浅 不符合战场上那种啊 铁血蒸伐的气质 是吧 桃红色 粉红色 浅红色 跟这个战场呢有点不搭 但是呢 在白玉制成的夜光杯的衬托之下 葡萄酒呢会变得阴红如雪 那么男子汉大丈夫喝起来就比较有气感 尤其是在这个战场上 岳飞曾经写过这个 通饮这个匈奴学 其实呢就是表现了一种 将士们的英勇豪迈的气感 玉饮琵琵琶马上催 玉就是将药 我马上就要喝这杯酒了 那么琵琶呢这里指啊 作战时候啊 用来发出号角声响的呢 这样的一种乐器 而马上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出发 那么其实在西域的胡人之中 琵琶呢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 我们在很多的壁画啊 或者是一些一个流传下来的古籍中 能发现 它有一些插图 你就能看到呢 西域胡人骑马的时候呢 有拿刀的 有拿弓箭的 也有怀抱琵琶的 只是一种音乐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玉饮琵琶马上催呢 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畅饮的气氛 不是那种 不是歌舞生平那样的感觉 不是这个杨柳清风 而是铁血征战 催呢指的是催人出征 也有人呢把它比作说 用音乐呢来给这个战场上呢 将士们饮酒助兴 沙场啊 沙场大家很熟悉了 就指呢平坦空旷的沙地 在古时候呢经常是用来做战场 因为古时候的战争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可能飞机大炮 按钮上导弹就打出去了 在古代的时候呢要有补兵 有骑兵 最重要的要有战车 那么就相对呢要一个比较空旷 开阔的这样的场地来进行作战 所以呢沙场比如说渲染沙场啊 都是从这样的意思来的 军 这是我们古人呢常用的一种 对别人的尊称 就说这个军升长江头 我升长江尾啊 就说你呢或者是您 您的意思 征战很好理解就是打仗 那么这首诗呢 其实本身并不是很难懂 就是呢在酒宴上 酒宴上一定要有酒 甘醇的葡萄美酒 盛满在精美的夜光杯中 乐队呢弹奏起了琵琶 酒宴开始了 那急促欢快的旋律 就像是在催促将士们举杯痛饮 那么时已经热烈的气氛呢 顿时就沸腾了起来 而听着阵阵欢快积月的琵琶声 将士们呢真是兴致飞扬 你阵我饮 那么一阵痛饮之后呢 大家有了几分醉意 那么也许有人这时候呢 我喝得差不多了 我想放杯了吧 可是呢 酒席中有人高叫说怕什么 醉就醉吧 就是醉卧沙场 也请诸位莫笑 故来征战 几人回 我们早就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所以呢 今天一定要一醉方休 即使醉倒在战场上 那又何妨呢 那么这次出征呢 是为国效力 为民尽忠 本来就打算是 马格国师 没有谁准备活着回去 所以呢 这首诗充分地表现了 那些英勇的将士们 为了保卫国家 守卫江土的 一种视似如归的气概 那么好 这首诗的大意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再让我们来读一下这首 豪情万丈的梁州词 葡萄美酒 夜光杯 欲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要分享的是 另外一首 唐朝著名诗人 王维所写的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希望呢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锁定我们中华电视网 关注诗词大世界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子飞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马上进入 小鹿老师为您主持的 汉字小课堂 大家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 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鹿 今天我们和子飞 一起学习了 唐朝王汉的梁州词 了解的是马上要上战场的 战士们 一醉方休的一个场面 那么今天 我们在汉字小课堂里 就和大家一起 来了解一下 这个一醉方休的 醉字 那么醉的意思 通俗地讲 就是喝酒喝多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说 喝高了 而其实通过这个 醉的写法 我们也能看出是喝多的意思 那么下面 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 解剖一下 这个醉字 醉的左边 是东南西北的西 中间加上一个横 其实啊 它也是独立的一个字 读作有 十二生肖里面 身喉有机的有字 就是这个字 另外这个有字呢 还用来计时 具体的时间 是指下午的 五点到七点的时间 称为有时 所以说 下一次和朋友 吹牛的时候可以说 你看 现在的时间 是下午的有时 那么除了这些意思 有的朋友会说 这个有字啊 再加上三点水 就是酒 是不是和酒 也有关系呢 话说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因为这个有字 是西加上一个横 那么西 大家都知道 是指西方的意思 那么在古代的文化里面 西方和秋天 是搭配在一起的 而秋天呢 又是丰收的季节 西的字形 就像一个坛子 而中间 再加上一个横 这一个横啊 不是坛子的盖子 而是表示 坛子里面装的东西 我们知道 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就是粮食 在容器里面 发酵而成的 所以说一个有字 可以说形象的 说明了酒的酿造过程 那么说完了 最左边的这个有字 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右边 右边呢 是一个足字 足 有士兵 兵足的意思 那是不是像这首 梁州词里面说的一样 士兵和战士们 都喝醉了呢 其实啊 这个足字 还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 尽头的意思 达到了一种极致 那么如果喝酒达到了极致 当然这个状态 就是喝醉了 同样的 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 破碎的碎 左边是一个石头 右边也是这个足字 那么石头的极端状态 就是碎了 也是有足这个极端的意思 所以说通过以上的分析 大家下次看到这个醉字 会不会觉得更加形象了呢 喝酒喝到了一种极致 当然就会喝醉了 下面我们再来用醉 足几个词 造几个句子 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首先 酒喝多了的人 我们叫他们什么呢 叫他们醉汉 而经常喝酒的人 我们叫他们醉鬼 另外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成龙 大家都认识 Jackie Chen 她会的一种拳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醉拳 不过虽然醉和酒有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 人们享受一种 忘乎所以的状态 我们也会用这个醉字来形容 比如说看到了盛开的鲜花 她陶醉了 听到了好听的音乐 她沉醉了 虽然没喝酒 但是也晕晕乎乎的醉了 这个和英文里的enjoy 描述的很极致的那个状态 就差不多了 另外 这个醉有的时候 还和吃的有关系 比如说 不光人可以醉 虾也可以醉 醉虾是一种好吃的 还有的地方做的醉屑 也是一种传统的美食 那么最后 咱们再来说一说醉呀 还有醉心的意思 因为现在的新兴人类 也给了醉字 赋予了新的用法和意义 比如说 看到娱乐圈这么多绯闻 我也是醉了 这家网店的服务态度 我也是醉了 穿了双新鞋出门 就赶上下雨 我也是醉了 大概的意思 就和无语无奈差不多 所以说你看 也是没喝酒 但也可以醉了 好了 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们一起了解了醉字 那么最后 我还想给您 留两个课堂小作业 首先 这个醉字 别看它好看 但是不好写 所以说我们有的 大人的朋友 电脑手机用得多了 不一定能写对它 所以说有时间 希望建议您拿出纸和笔 和家里的小朋友 一起写写看 看看能不能写对 另外第二个作业 新兴人类的用法 也建议您在日常的对话里面 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么希望您更多沉醉于 美丽的景色和食物 最好不要成为贪杯的醉汉 汉字小课堂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